- 再來 - 再來 - 再來 - 這個是保管的 - 保管 - 喔就是 - 頭小保 - 它裡面還是金屬 - 還是金屬 - 銀的 - 看起來真的是比較細一點 - 銀的 - 銀的 - 銀的 - 你換曲子了 - 沒關係 - 聽起來比較秀氣 - 你換曲子了 - 我還是吹同一首 - 我覺得也還好 - 不然就會聽到暈倒 - 換我來點歌好了 - 很秀氣 - 很秀氣 - 很秀氣 - 對 - 我們就換一個材料 - 銅的 - 銅的材質 - 銅的材質 - 會回去比較古樸一點的聲音 - 所以它是變成裡面的 - 裡面是銅 - 裡面是銅 - 後面在包木 - 木材 - 銅的材質 - 從裡面一點點 - 機音 - 很不錯 - 銅的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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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的很不一樣 - 銅的材質 - 我覺得銅很讚耶 - 銅的材質 - 銅的材質 我其實很久以前就有聽說 好像銅是一個很好的材質 可是因為價格的關係 不是你買一把銅的樂器 你期待你要用多少錢 其實我不知道在哪裡 還是有看我們要用銅來做長技 但是現在就少數了 現在他要再測試 因為他如果一把銅他賣你兩萬塊五萬塊 他可能無法換 利潤的問題是嗎 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講法 因為長迪的胃口都被癢到這樣子 你有點突破 你有點挑戰一條紅線 你那條紅線有點... 沒關係,反正不是我在賣樂器 現在還沒有做出來 沒有,有人做 還沒有量產 應該是量產吧 所以這個又是... 這是比較現代的聲音 這是不鏽鋼,然後保管 然後木頭是比較現代的 Gradina的 跟這個Coco是不太一樣 木材有點不一樣 我會覺得這個的吹法比較像接近現代 感覺也是... 聲音的美感比較開始往現代的傾向 然後他聲音的流動比較可以接的 接的比較容易接在一起的感覺 其實我會覺得以前的比較有韻味一點 對... 然後味道都不一樣 聽現在的聲音習慣了 所以會覺得這事情很熟悉 對... 他就有一個那種... 他的焦點啊... 他的聲音的美感其實也很接近 嗯... 其實我們一樣 同一個公司的東西 跨了60年 就跟那個差別都出來了 對... 跟他們的設計 你看他設計之後 他要什麼東西 你吹 真的就滿符合那個期待的 是... 同一個公司的音色就變化這麼大 嗯... 好... 那還有一個在試嗎? 還是我們要在... 其實我們有看比較特殊的 那個有一個透明的 對... 那個是什麼? 那個透明的是什麼? 我們往下走吧 好 我們就是... 貝姆休這三個國家的底齒的底頭 大概就是這樣的發展 那... 當然其他還有很多特殊的金屬 但是我們下次有機會再繼續談 嗯... 那我們談到就是說 現代的長底的Head Joint 嗯... 現代來講就是比較多的 我們除了說新材料使用 包括我們現在新的金屬 包括各種材質 我們現在已經有不同的比例嘛 加進來900 對... 其實在當時德國有用700、800 對... 700、800都有 跟900都有 700 就是千分之700 千分之800 對... 800、900 900你就很熟悉 那他的700之外是什麼材質 是什麼材質 什麼孽牙蟲啊 對... 那有時候是根據他們當時的貨幣 你也曉得貨幣 哦... 對啊... 最快嘛 你就不用冰掉去戀 就直接融化就可以 是... 是... 就是... 就是多少個金幣來的 多少個銀幣來的 多少個銀幣來的 然後我們現在很多做防武 就是去防900 然後... GS啊 925、958 等等等等的 就是... 其實這樣走嘛 然後另外就是說 我們新的金屬像鈦啊 像銅 像鋁 或者更多的金屬像 碳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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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纖維就是說 現在的塑膠是下去用的 這把是什麼 這把叫硬化樹脂 他們德國是這麼講 硬化樹脂 所以... 塑膠的意思嗎 可以這麼講 類似 就是信用卡融出來的 也是一種貨幣 這個德國他們講就是說 樹脂玻璃 這個多... 多少年? 什麼時候的... 這把最年輕 這把大概十年 哦... 或者是頂多十五年 頂多十五年 對 真的是信用卡來的 現在正做的 現在這個有量產嗎? 還是就是... 它整個實驗吧 沒有,這是訂製的 訂製 這個當時訂的好像二十隻吧 那它有身體嗎? 沒有 就訂垂頭 然後訂垂頭 這個垂頭是符合現代的 大部分的一個樂器 標準的標準的被摸一下 都可以放得下去 哦... 但它也是因為說 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現代的垂頭的一個構造 真的,好像簡單 它是為了讓它透明化嗎? 沒有,當時是... 確實有... 為了算材質的特性 它是要比較亮的聲音 然後甚至做成後管 它希望有一點仿象牙的聲音 因為它不像丁我這個像 所以它也是有受到 以前古樂器 那一些材料的影響 所以它認為說 現代的技術來試試看 這樣子 對,因為這個人來講 他是... 現代來講 難得跟路透卡的 還有... 還有遠遠的一個作者 他已經應該七十歲有了 也快快退休了 所以他在做這個東西 他的想法是跟木頭底一樣 所以他做法跟木頭底的 垂頭一模一樣 那他本身在歐洲 做木頭底是數一數二的 就手工手工都做得來講 所以他還是有一個傳承 不是說他平白霧長出來 他自己還是... 那他這個也是手挖嗎 手挖的 全手挖的 他可以都這麼的光滑透明 加光啊 就你看... 加光啊 就只要他不要... 離這個太遠都會做得到 而且這樣就看到那個... 吹... 氣導流的那個... 那個角度 對... 所以我們那個裡面都是長這樣 對... 對... 但這就是大家可以很直觀的看到 對... 我們講這個叫天尼爾街頭 然後本體... Krang 異然無異 對... 我覺得這太好了 這真的很好教學 對啊... 不然學生其實都只有... 不知道氣流 對...而且他不知道有氣流在裡面 我覺得很多人也跟我不曉得 有軟木塞的事情 然後軟木塞跑掉 或者軟木塞鬆掉 他其實也沒有感覺 然後只是覺得吹起來 就... 怪怪的 對... 一直被老師罵 這感覺就很像教學用的 對... 我覺得好像看他那個... 你去看牙醫 然後他就會給你牙齒模型 說你要怎麼樣... 殺牙 對...你看得很清楚 裡面是大概長什麼樣這樣子 這個啊... 可以試喔 對... 試誰... 要裝誰... 可以裝誰... 都可以裝... K的... 真的喔 K的不行喔 我那邊還... 我好期待喔 那個可以就是... 吹個吹頭 因為我們會有一個... 潘老師你實在 就是我們會有認知說 塑膠會有個什麼聲音 我們來聽聽看 吹出來有跟我們想像的... 可是我覺得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怎樣... 它的裡面... 因為你要去想你吹熱以後 裡面會有蒸氣 我們平常那蒸氣看不到 這個看得到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注意一下... OK的... 長什麼樣子這樣子 這聲音蠻清脆的 聲音很好啊 很好聽耶 對啊... 而且可以很清楚看到 其實是木頭... 有一點... 對... 而且會清楚看到 他氣線在這裡有沒有 然後被這邊... 推過來... 對... 就反射這樣子送出來 只有我看不到人 對... 你要去照鏡子 看影子... 對... 基本上它是以做木頭的方式 去做這支吹牛 就是那個概念 所以這個聲音詞 對... 那它是屬於原的還是方的啊? 它是方的耶 它是方的耶 但它有一點點高起來 它這個... 從這邊才會有... 有一點點... 一點點高起來 它不是... 像這個木頭好像就沒有特別高起來 對... 所以它是有想法對不對 嗯... 有沒有... 對... 它真的有... 這太特別了 有一點點... 而且當它... 我發現它是從... 就吹在這裡 這邊先集中一個 然後從這個... 反射管 對...反射管 所以你現在... 我們現在在講頭管的構造 有... 所以這個反射板 嗯... 也... 也常被拿來... 大作文章 對... 有... 對... 它是不是材質也有關係 還是其實它就是... 只要它是一個良好的反射板 我們回到... 發明者貝姆的講法 它說... 這是一個... 這是阻擋的... 這樣而已 所以你看... 貝姆的底子基本上... 它的頭節... 這一段都非常短 一方面省錢 如果說... 你是K金也... 省錢... 第二個它認為說... 這地方只是一個反射... 所以它並不在這裡做太多文章 所以... 它是什麼材質... 它怎麼反射... 其實反而比較不是... 不是... 不是音色上的重點 而是說... 它能夠... 擋得住它反射... 這才是重點 那這跟我們講的主抗有關係嗎? 有關係 所以我們很多的主抗的感覺 是來自於這一個反射板的 對... 這樣一講都很透明 對... 透明的... 有老師可以講一下主抗是什麼東西 主抗喔 就像我們剛才講說... 像你剛才吹那個... 氣兒吹下去的主力 那個Gutter Year那個 Gutter Year在那裡 這個... 就是我覺得它這一個聽起來 就主抗比較少 很滑 對... 然後就是我覺得就是像我們吹氣的時候 要有一個... 因為我們強敵算是 拐樂器裡面 最特殊的... 開口... 對...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東西可以包著 沒有可以阻... 阻擋... 就是我們的氣壓是來自於 那個要阻擋它嘛 嗯... 就是我們要靠一點嘴型啊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你必須要有一個像... 像阻擋它的東西 它才會造成... 速度跟張力 就有時候有的樂器主抗超大 那也沒有很好吹 對... 對... 然後... 有的又會太沒有阻擋 嗯... 就會覺得好像沒有... 那個聲音就沒有... 沒有一個表現的張力這樣子 就像那個... 風很大的時候 那個窗戶開一點點 對... 開多大... 對... 但是那個風氣是一樣強的 對... 但是你那個窗戶開不一樣 它的阻力... 不一樣 這個在吹頭上 我們一般稱之為卸壓 喔... 卸壓... 增壓跟卸壓 這個東西在我們的吹頭上其實是可以去做這個東西的 設計 設計上 我們就提到說 這些樂器跟現在樂器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我們在早期設計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我們現在樂器的這個... 前面這一段的高度是比較高的 是說這個純墊這個位置 對啊... 它比較高啊 我們... 是說... Original的這個東西 因為它這個厚度 比較厚 厚度所以你吹下去 你不需要去做... 不用再加高 因為不用加高 你是不是不用往下凹 你是不是不用往下壓 不是... 是說... 我們如果是一個管子的話 因為它沒有厚度 我們吹的時候你沒辦法 它是平的 對...你是平的 你沒有造成說這個厚度造成一個... 現在要往下壓 那個Riser的高度 對... 裡面那一圈 那個高度這樣子 Riser 那... 現在的底子因為都是這種吹頭 所以它必須墊高這個地方 嗯... 那墊高以後其實 我們現在樂器的這個地方 被墊得比... 這個還要高 對啊... 高以後會造成說你的高音不好吹 哦... 你要更大力量去吹 所以... 我們現在大概在... 第二個八度所有以上都會偏高 是因為這個原因 哦... 因為太高的關係 太高你不能夠造成那個加速 所以你要更能力去吹 所以... 現在第三八度都很可怕 因為... 我必須要加速 讓你的速度變換之後 更用力 就變更高 對... 那另外就是說在外面這一圈 嗯... 我們所有的... 的這個設計我們必須追它的源頭 嗯... 源頭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很清楚在這地方 它是一個圓 是... 從側面看這樣看 對...它是個圓柱切出來的圓 所以... 事實上我們去看最早的場底的設計的這個 喔... 這是最標準的 嗯... 它完全... 完全去... 去承寫這個東西 嗯... 然後到了這個... 這個地方 一樣的就是說 我們後面這一片 這一片 我們現在的都被消得太邪了 嗯... 嗯... 太邪會造成說 我們的氣味耗不住 像你講的沒有足力 就不見了 因為很難吹 我以前有看過 它是這樣出聲 直接切掉的 對... 聲音超銳利 超... 很容易吹 可是很銳利這樣 那那個會造成說 你沒辦法做建作 你聲音扣不住 但我看過一種是 它是... 超起來 超難吹 是... 那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增壓跟泄壓 因為它們擋住你 沒辦法造成一個加速 所以很難吹 那... 比較好的方法 我們就是回到最原始的 在這裡 就是一個... 對...那是圓的 一個圓的 然後這個圓的 在流底的地台 就像滑翔機 滑翔機 像你輕輕氣流成這樣 可以飄起來 那你如果這樣的頭 會造成你在演奏場 會比較舒服 嗯... 那這個... 基本上我們這個樂器的 這個... 我們講這個弧度是比較飄 所以你輕輕吹 就可以讓聲音 支撐住 然後這個地方比較短 你在高音會比較好吹 你說短是這個... Riser的這個 Riser的高度 Riser的高度 比較... 現在是家常的 家常好說是你低音好吹 可是高音很難吹 嗯... 那這原始的設計是 因為常理我們知道 中高音才有用 所以他會把這裡... 哦... 嘿... 這是我們現在樂器跟這裡的差別 所以這裡在大家吹的時候 可以特別留意這個地方 嗯... 那另外在圓孔跟方孔的差別 OK... 圓孔一般來講 因為他沒有死角 所以我們在換音域上... 音程的時候 事實上... 他很容易就是... 可以倒腳過去 可是方孔你知道... 挖太方 有些氣他是有點... 死角的 死角 所以有些音會覺得好像... 對... 特別不容易 對... 音程... 高低音程在轉換的時候 對... 很難轉過去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在聽... 這個八度方孔比較難連結 嗯... 可是如果說在德國... 像被我們... 他做方孔 因為他這... 吐很多氣 所以你不覺得 可是當你吹氣比較柔的話 其實那個地方就會有問題 了解 所以他還是跟每一個國家... 用語言使用講話的那個... 習慣那些... 對... 還是有關聯的 就是說我們吹頭就決定了70%的聲音 所以有時候要選吹頭給大家做個參考 你今天你的吹氣... 你個人狀況是怎麼樣 你可以選擇去挑比較適合你的 那包括在這個... 像剛剛潘老師講的 這個高度... 其實這個高度... 我們說這個高度... 其實大家要更留意的是 你的拇指... 你拇指的這個角度 會造成你這裡是不一樣的 然後這個手指的平度 會造成你這裡 一旦你的... 轉的角度不一樣 其實你會感覺... 欸...低了...高了 嗯... 事實上我們在以前的標準 以前的教材之前 當你的手指平的時候 再去... 決定這裡 嗯... 然後手指平又事實上 我們吹孔的位置 正確的位置應該是在... 外圓 就是中心先對上去 不是對... 不是正中... 對外圓 OK... 外圓的話這好處是說 當我們這樣放上去 你直吹後你是最省力的 所以就是說其實就是 會稍微轉內的概念 啊... 對對... 就是你在平的時候是往內 然後你嘴唇放在這裡 角度會比較內 進去你就剛好是一個... 最舒服的角度 你不用往下 不用往前 正上講講話這樣吹 是最舒服的角度 嗯... 嗯... 這樣子造成說 我們在吹上個八度 你不用去換角度 嗯... 在我們以前的樂器跟... 這些樂器跟他們的教材 是上個八度不需要換角度的 嗯... 因為你當換的角度 你的發音就改變 你會造成三個八度的聲音 是不相同 是不相同 是不平均 好... 這樂器比較特別 跟現在不一樣 嗯...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對... 那最後 呃... 許先生還有什麼特別要... 提醒大家 或是要... 跟大家講這些樂器的... 哪些特殊的地方嗎 OK... 其實... 呃... 玩了這麼多樂器 其實對的感覺說 像很多時候 柴子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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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現代的觀念都是 要... 要很貴的柴子 底子還賣柴子就很貴 是這樣... 老師剛剛講 有一點點商業考量 是的 可是這樣聰明的人 大家可以選擇說 如果說這樂器是你喜歡的 我覺得你是可以... 可以考慮 那... 不懂柴子 那賣的便宜不是更好嗎 嗯... 有時候可以不要受到這柴子的限量 不過是我覺得其實大家應該是要... 可以欣賞不同的多元的音色 對... 對... 不要覺得說只有哪一種聲音才是好 是... 對... 尤其我們在歷史發展 你看有這麼多的樂器 不同的搭配組合 其實每一種的它不同的美 是... 各種的美才是造成世界的多元 對... 所以我們剛剛都請潘老師試 因為那是最準的 就是說 它可以同一個人 吹出不同的美感 變數一樣 對... 每一個樂器不同的美感 那其實都是潘老師吹的 都是很棒的 對... 那其實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如果不同樂器到不同的演奏家 其實也有... 會有差 不一樣的美喔 對... 所以就是說多元的美感 就是其實我們今天想要... 有不同的吹頭是要讓它體會... 對... 不同時期不同的美感 不同的材料都有它的美感 對... 所以...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就是有... 許先生帶來這麼多的演奏 而且每一把真的... 你... 我們這樣光看下去 你可能只看它材質 而且材質也是還認不出來 你看它顏色 對... 你看它亮度什麼不一樣 可是你真的不曉得 它裡面其實還有一些... 比如說我們剛剛Riser 這個我真是... 第一次... 我們第一次聽到這樣子 Riser 然後它... 一般不要只能跑路這一塊 對... 一般... 我覺得Undercut有講到啦 就是你那個... 吹口進去 你怎麼樣切這個角度 是有聽到人家講的 但是真的好像還沒聽過 Riser的高度這件事情 那當然我們是從比較... 早期的... 做法 我覺得的確早期 因為那時候大家好像還在實驗 實驗精神比較有 所以... 所以那個年代已經很... 很成熟了 很成熟了 實驗期已經過了 實驗期已經過了 對... 因為你看他們的手法 這整個都已經非常成熟了 對... 可是我覺得以前真的好像比較有彈性 多想...它比較多想法 對... 它比較有彈性 它不會像現在 那當然我覺得各有各的好處啦 現在... 你要推廣那你就是大量 對... 那你之前可能是在... 在貴族那邊 那可能就是... 它很精緻 可是... 可是可能... 可以傳播的地方會比較少一點這樣子 那我覺得很開心 今天看了這麼多 我們自己也學到很多東西 是... 不得了 那我們... 希望下一次大家 還是可以來繼續收看我們的頻道 然後我們還是會... 為大家繼續推出更多 跟常遞相關的知識 好...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囉 好... 那我們跟大家再見啦 拜拜 會... 可以... nas quatre... 我都沒有... 我只是在到 Channel... 有種的... 都沒有... 如果我.... 不想要... 我可以... 就...